林志玲谈婚姻观 本想30岁嫁人 每个人都需要爱情来源 网易娱乐剧台湾媒体东森新闻 11月20日报道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的感情问题 始终受到不少关注 而近来她与言程序分开后 又一次复合的传闻 也让不少人知故浪漫 而她在受访时也再度谈到婚姻观 表示自己就是一个需要爱情的人 对我自己来说我要为了喜欢一个人 想要和她在一起而结婚 林志玲过去接受美丽家人装访时 被问到曾说要40岁以前嫁掉 她表示自己其实选的时间是30岁 一不小心就过了 就往后变35岁 但自己定下的理想时间还是过了 现在她觉得几岁只是数字 因为变老本来就是生命必经过程 重点是自己活得快乐就好 每个人都需要爱情 渴望婚姻 如果会有机会 在对的时间点 有对的人我可以做对的事 有人认为结婚会让生活改变 而去结婚 对我自己来说我要为了喜欢一个人 想要和她在一起而结婚 但她也不经意吐露代价女儿心 表示现阶段对她而言 婚姻就是我还没有发生的 期待中的事 不过经历过风浪的她 也直白表示 她所追求美好婚姻 不像浪漫连续剧 有些人希望 他们的感情生活像烟花一般精彩 但再灿烂的也会消失 我则希望婚姻能甜蜜与稳定 平淡的幸福感是我最想要的 分享 赞相关热读